這些是我們在網路上 收集到的一些 算是蠻刻板的一些印象 而且還蠻常看到 頻率蠻高的 那我們就來聊聊這一些 我們收集到的一些觀念吧 第一個就是 外勞 移工 還有萬吉新娘 新住民 這些不過就是名詞嘛 我們有必要斤斤計較嗎 你們覺得呢 這種東西是名垂主人 就好像以前那個 其他國家也一樣 看待台灣人的時候 他如果用 對台灣人比較親密的 什麼胎八子 我們一樣不開心 我們還是不喜歡這樣被叫 那為什麼 因為你會受到 感覺自己不開心 就好像以前有一種 就是說X世代啦 怎樣怎樣 我爸媽那個時候 非常可愛X世代 那是什麼意思 X世代就是草莓族的 進階進階 幾十年前的他們 後來有Y世代 歷世代 就講這些人 你們非常的豪邁 然後講他們非常的 不守傳統的文化框架 然後不聽長輩的話 就有點叛逆 對 不聽長輩的話 到現在草莓族也一樣 現在有人叫你草莓族 你還是不開心 你不會因為說他這樣 你就會有一種 我們是應該尊重人家 只要他人覺得 這個語言冒犯到 我們就改 就好像我們現在叫原住民 以前會叫山茶 或者是另外一種 更不好聽的 我們現在說不行 我們不能這樣叫 我們認識到 他們介意 我們就要改掉